富兰克林·罗斯福自传 三,停不下来的脚步 三,作者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 朗读者有意 三,我再一次拥抱白宫 1940年6月共和党大会在一片骚动中进行 最终来自印第安那州的温德尔 威尔基战胜了杜威和塔夫托 获得了共和党候选人的提名 成为全国瞩目的政治黑马 很多民主党人都坚信只有我参加竞选连任 才能够赢得1940年的大选 但是连任三届是个极其敏感的话题 自从开国总统华盛顿以来 总统最多连任两届是美国政坛不成文的规定 大家都认为只有遵循这个规定 才能够维护美国民生 才能避免出现专职和独裁 想避开敏感的争论最好的办法 是通过不投票的方式 直接指定候选人 因为民主党主席法力和副总统加纳 都表示要参加总统候选人的竞选 所以必须两人放弃参加竞选 民主党委员会才能够直接指定我为候选人 因为加纳之前多次败给我 在得知我参加竞选的决定之后宣布退出 法力曾出色地组织两次总统竞选活动 和全国各地的政客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他原本是我的竞选伙伴和追随者 后来因为他向保守派加纳靠拢 我们的关系渐行渐远 他很自信地认为 只要我不参加竞选 自己就能够如愿成为下届总统 但是到了七月 看到我丝毫没有退隐的意思 他终于按捺不住了 1940年7月7日 天气非常炎热 法力来到海德公园村找到我 在随行的摄影记者面前 我们尽量显得很亲热 并且露出笑容摆好姿势 让记者们拍下我们 谈笑风生的画面 等摄影记者离开后 笑容也从两个人的脸上隐去 我的脑子里突然莫名其妙地浮现出 1932年11月9日凌晨的画面 那是我自己人生中最骄傲的一天 就在那一天 我紧紧地拥抱豪和法力 忠心地向两人表示感谢之情 从我竞选州长开始 法力就追随着我 全心全意地为我出谋划策 如今豪已经不在了 法力也不再是可以畅所欲言的朋友 想到这些我心中一阵失落 我知道法力的来意 便主动地打破僵局 指着我的山顶休阳所说 吉姆 我准备通知代表大会 不准备参加竞选了 有空写一写回忆录 法力当然知道这不是我的本意 直接了当地说道 如果你能够明确表态 大会就不会提你的名 我不赞成你在此参加竞选 不仅是出于我个人前途的考虑 也是因为三连任 是违反民主党政治传统的 我看着法力沉静地问 如果你是我 你会怎么做 我会发表一个公开声明 如果我被提名 我不参加竞选 如果被宣伤了 我就不就职 法力显然是有备而来 我把身体向后靠了靠 右手紧紧扶着椅子的扶手 左手夹着一支香烟 轻轻地摇了摇头 用很郑重的语调说道 吉姆 如今欧洲情况很危急 如果我们能够获得提名和竞选成功 那我就不能拒绝宣誓就职 哪怕我知道三十天后 我命丧皇权 法力知道我不会放弃谋求连任 我也知道法力不会放弃竞选 第二天 法力前往芝加哥为提名造势 1940年7月15日 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在芝加哥体育场开幕 会场内悬挂着我灰暗的画像 代表们神情肃穆地各自就位 气氛有些压抑 没有人能够预测这次大会的结果 谁都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大会已开得气息奄奄了 芝加哥立发表了一篇演说 但内容陈旧而又冗长重复 在发言到一半的时候 他提到了我的名字 倡议大家推选我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 会场顿时鸦雀无声 代表们面面相去 不知所措 突然间 从四周扩音器里 雷鸣般地迸发出一个声音 我们需要罗斯福 第二天我的名字列入了候选人提名名单 并最终赢得提名 现在我既然已经得到民主党的提名 便立即转而决定副总统人选 在这以前 我一直没有宣布选择谁作为我的竞选搭档 尽管我已选定了华莱士 我认为华莱士是一个可靠的自由主义者 他在孤立主义情绪比较强烈的那些农业州里 是有号召力的 但我决定的人选 却使党的领袖们大为吃惊 他们抱怨说 华莱士是一个神秘主义者 一个着于辞令的哲学家 一个前共和党人 而政治上则是一个笨蛋 我坚持己见毫不让步 真正的困难并非华莱士 而是在芝加哥大会上 已经有大批人抢着当副总统候选人 大会的情绪一度变得难以控制 在激烈的发言中 班克黑德赢得提名 并有人负议 观众席上坐满了 为其他候选人捧偿的人 凡是支持华莱士的发言 都遭到他们的一片嘘声和嘲笑 在芝加哥的大会上 唱票正在进行 华莱士和班克黑德两人的票数 此起彼伏不定 贝尔纳斯从这个代表团 窜到那个代表团 气急败坏的职壤 看在上帝的面上 你们究竟是要总统呢 还是要副总统 在椭圆形房间里 我等待投票结果 我的心弦越崩越紧 双方的票数一直保持接近 班克黑德最后领先 但原来负责唱票的 几个工业州的代表们 这时全都投票支持华莱士 最终华莱士以626票 成功当选为我的竞选搭打 7月的天气是酷热的 汗水浸透的衬衫贴在我的身上 我的样子看起来有些狼狈 但我还是得振奋精神 发表了我的提名演讲 今天晚上时间已经很晚了 但我感到大家宁愿 让我现在对你们讲话 而不愿等到明天 今天晚上 我以十分激动的心情 向你们讲话 应该承认 此时我的心情是复杂的 因为正像每个人 在他的一生中 迟早会碰到的那样 我发现自己正处在 两种矛盾的心理之中 一方面 我个人深切希望退休 另一方面 那个不声不响的 看不见的 叫做良心的东西 却又不许我这样做 在目前这样的时期 局势异常紧张 危机四伏的时期 世界的一切问题 都压缩为一个简单的事实 这个事实就是武装侵略 这是一个谁也不再怀疑 谁也无法忽视的事实 就像大多数和我童年的人一样 我也有我自己的计划 我想享有自己选定的 自己感到称心如意的私生活 希望这种生活 从1941年1月开始 可是这样的计划 现在看来却是那么遥远 人民已经向我发出了号召 我将继续贡献出 我全部的才能和力量 为你们服务 这是我为参政所进行的 第九次竞选活动 但这注定是一个 非常寻常的竞选运动 不管对民主党 还是对共和党来说 要赢得这次大选都不容易 美国的人口已经达到1.3亿 经济危机的阴影 还笼罩在人们的心头 欧洲硝烟弥漫的战场 更是让大家感觉到 世界大战的威胁 我知道这个时候人心惶惶 人们没有兴趣 关注候选人的演说 但是我还是决定今晚 就把我准备好的演说 进行下去 1940年10月23日 我的竞选活动 从费城开始展开 先后在五个工业城市 发表了长篇演说 我不喜欢共和党那些 凭空捏造的说法 我喜欢和对手 堂堂正正的较量 霍普金斯已于两个月前 辞去了商务部部长职务 全力协助我的竞选 威尔基外貌 尽管有几分吐气 却是一个温文尔雅 见闻广博的人 他能眼善变 才华横溢 经常给著名的报刊 撰写评论 还在当时电台上 最受欢迎的节目中 大出风头 眼前的这位人物 显然不是寻常之辈 我深深地感觉到 威尔基和他的搭档 麦格纳利 是不容小觑的对手 然而随着危机的加深 我的群众微信也扶摇之上 千百万美国人 涉于外来威胁 都本能地支持我 不再关注反对 三次连任的传统了 1940年11月5日是大选日 总共有近5000万选民参加投票 选举结果出来 我获得2724万张选票 占总票数的55% 威尔基获得2230万张选票 占总选票数的45% 我已领先对手 不到500万张选票的差距获胜 这可以说 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竞选 也是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竞选 我成为美国历史上 首位三连任的总统 打破了美国多年流传下来的 政治传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